我真的有說錯什麼或做錯什麼 讓大家覺得說 我現在要變成一個 全民公敵的感覺 就我大家其實是 蠻傻眼的 所以我那時候最想說 那代表我不要做了 那個時間點我 到現在我都回想起來 我都覺得 還好我有我女兒 我有她就夠了 所以我寫這本書 我的用意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我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但是我遇過不開心的事 可是這些不開心 並沒有因為讓我這樣 然後變成他們這樣 反而讓我知道 我要更保有這樣的開心 女大很像我第二個家 是因為有很多我買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東西 甚至可能沒有機會 傳出去展示的東西 女大都有主題 都有空間 可以讓我來分享 那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不然這些東西都會永不見天意 因為有的時候審美其實很主觀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在女人我最大裡面 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族群 可能我的東西比較小眾一點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觀眾看得懂 就覺得說 原來有人跟我一樣瘋 喜歡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這個地方 你會有一種被認同的感覺 其實是很開心的 然後再加上 因為其實 欣美姐真的很照顧每一個人 她包容了我們很多人的不同的面向 真的很像一個大姐姐一樣 她就是 有時候會喜歡語音啊 最近好嗎 要不要約吃飯啊 就是你聽到這樣子的語氣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大家都會很擔心我 然後就會問說你還好嗎 然後甚至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我遇到一個人生可能最大的卡 就會讓我覺得說 欸 我真的有說錯什麼 或做錯什麼 讓大家覺得說 我現在要變成一個 全民公敵的感覺 就我大家其實是 蠻傻眼的 對 就會想說 欸 我今天是 犯法了 還是我今天社會新聞火條 還是我今天 對誰做了什麼可惡的事情 對 所以我其實花了一些些 時間去 釐清 這些 不開心的源頭 那我後來發現 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好像 我很炫耀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很小眾的人 所以我就在我的小眾空間裡面 分享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想到在大眾的眼中 這個行為不可取 可是我覺得我在這個事情裡面 學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認定的事實 才是事實 真正的事實 其實 沒有人在乎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代表就不要做了 後來 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很著急的做什麼決定 你不要很 有情緒的 就是去 想這些東西 你不要先靜下心來 先把你自己照顧好 那一個時間點 我到現在我都回想起來 我又覺得 還好我有我女兒 我有她就夠了 就如果在那個當下 也讓我再選一次說 陪妹妹還是怎麼樣 去工作 我覺得我陪我女兒 一點都沒有吃虧 真的要經歷過量的過程 你就會去更珍惜什麼東西 才是最重要的 工作歸工作 演藝事業歸演藝事業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像浮雲一樣 可是只有你的家庭跟你的孩子 他們是永遠不會變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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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媚體 是